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英国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今天 英国政府将会公布一份 长达100页子的国防与外交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的名称叫做 Gol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即是竞争时代的环球英国 这份报告就备受当地媒体的高度重视 其中金融时报就形容 说这份报告是有望成为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 对于英国外交政策最全面的评估 而若汉逊首相也会借着这份报告 来去描绘他对于英国在脱欧之后的愿景 而太阳时报就形容 这份报告是自从冷战结束之后 英国最彻底的国际地位评估 实际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 未曾公布 只不过有不少英国媒体已经截触先登 率先披露了报告里面的部分内容 我们就简选一些 和中英关系高度相关的内容 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在说之前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实际这份国防与外交战略报告 就分了有四个范畴来做罪述 分别就包括了科学与科技 国际秩序 国防与国家安全 以及就是英国在本地和海外的适应能力 他里头就提到一件事 就说俄罗斯仍然是英国一个很活跃的威胁 但是中国就已经成为了英国在经济上最大的国家级威胁 甚至还构成了所谓的系统性挑战 加上中国积极进行军事现代化 并且有更多的扩张倾向 增加了英国所面临的国家利益风险 好了到底在中英关系里面 这份报告又怎样来做一个定义呢 报告里面表明了 英国是需要继续和中国保持着正面的经济关系 有意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 并且吸引中国的投资者 再加上中国在疫情、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 全球议题上 重要性亦亦亦予日俱增 而报告同时也强调 英国是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的价值观 亦会加强保护食水、运输和能源等重要的基建项目 其实英国的态度也是很清晰 下午分了两条腿走路 在经济方面就要加强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至于在军事上 在维护核心价值 维护国家安全上 英国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这个态度其实跟拜登目前所采取的对华态度是很类似的 经济上继续深化合作 与此同时在其他的范畴上就对中国有所防备 这件事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 其实就叫做有倾有砌 即是说经济上的利益又要 在其他方面又要有所防备 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质疑 究竟这种策略来说 如何拿捏得准确的力度 因为一方面又要强调在经贸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在其他范畴上的抗衡 其实难度当然是相当高 但是似乎现在拜登也好 或者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好 都是想行这一套的 甚至乎我们又可以看看 英国外交大臣南韜文 他接受BBC访问的时候怎么说 他就说 英国将会和中国在气候变迁等的议题上 进行合作 而他也警告 英国是不应该发展出一个叫做冷战思维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要有正面的方向 好像是贸易和投资等方面 同时来说 如果缺乏了中国的合作 就不可能在气候变迁上有任何进展 南韜文又说到 确实来说仍然是有困难的议题 比如说如何保障 英国的企业机密和电讯方面的基础建设 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到 他不认为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应该落入那种旧式的冷战思维 他就说这个是不合理的 当然我们听他的话 就叫做沽妄听之 他说的一定是这样说的 大家也不能预期说 南韜文他所说的 是会跟蓬佩奥说的差不多 或者不能预期就是说 若翰逊首相和南韜文外相 他这个组合 是跟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这个组合相相似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像实际 或者是一个不合理的期望 他两个摆明就不是这样的性格 问题就是他说就是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他做出来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如他所说的 是这样呢 事实上我们又看到 英国也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在军事上 英国已经是确立了重返印太的战略 在今年的较后时间 甚至是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船 进驻印太地区 准确来说是会进驻东亚地区 当然很多媒体就认为 其实英国的真正目标 就是要剑指南海 其实在这份报告里面 都有提及到一件事 就是说印太地区 越来越成为了全球地缘的政治中心 这个就是这份报告里面所说的 当然就更加是印证得到 重返印太这个战略 已经是确立了 一定会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件事就是 本来在2020年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就打算召开G7峰会 而且还想着邀请多几个国家 比如说澳洲、韩国和印度加入 就将G7转成为D10联盟 民主十国联盟 当然现在D10难产 但是约翰逊仍然继承了特朗普的意愿 就是尽量邀请这三个国家 去出席G7峰会 英国政府也确认了一件事 就是说原先被推迟了的 约翰逊访问印度行程 就将会在下个月 四月的时候成行了 当然大家都预期的就是 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 约翰逊就会正式邀请莫迪 出席G7峰会 当然你就纯粹邀请他出席 其他国家都不会诈刑 但是如果你说要将G7改造成为D10 那你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围堵中国 有些国家尤其是欧洲 也有些国家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意大利、法国、德国 那三个都不愿意这样做的 但是来说你纯粹邀请他出席 那就很轻松而已 你出席就出席咯 问题就是 出席就事小 其实 英国邀请印度去出席 无非就是想加深应印之间的合作 美日印澳四方会谈 那个目标就很明显的 摆明就是要围堵中国 在二月份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 英国和日本就进行过一个叫做二加二的论坛 就是说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就出席了一场的会议 在这一趟的会议之后 南韜文就曾经说过 说英国是有意加深和美日印澳四方会谈的合作 所以 虽然他口说要加深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诸如此类 又说不要发展成冷战思维 但是他行动上也是处处对中国有所防范 所以我认为大家看他说话的时候 说的东西就很闲 因为他说完之后 读得他做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他做了什么 这件事情才是最准确的 因为他说的时候 第一他说完就可以口买口陪 第二他说完也可以不做 所以你看他做了什么就最准确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英国为香港已经做到很尽 不惜冒着损害了中英关系的风险 来打开大门给BNO的人士 所以这件事已经不能说了 另外这份报告也是建议 英国要将核弹头的数量上限 由目前的180粒增加到260粒 回应其他国家的确核举动 其实这个180粒上限的数字 就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 如果这份报告真的这样写 而英国真的这样去执行的时候 第一就会扭转了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 那些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削减核武的趋势 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是想 大家尽量去削减 现在变相增加了 180粒增加到260粒 即是增加80粒核弹头 当然我不相信最后又会引爆核战 那些全部都是天方夜谭 是废话来的 因为两个勇合国之间 其实是很难爆发战争 这是自从二战以后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 二战曾经试过用核武 用原子弹 在广岛长期 但是当时日本不是勇合国 日本到现在都不是勇合国 但是两个勇合国之间 有没有发生过战争 其实是没有的 就算你说当时美苏之间 最后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 然后美苏之间是没有打过仗的 那你说 两个勇合国之间 会不会打起来呢 我认为不会的 机会很低 因为一打起来就含球铲 大佬 到时真是揽炒 但是为什么英国会决定 要增加核弹头 我相信是要增加震慑作用比较多 不是拿来用 拿来放的 但是核武 怎会有可能拿来用 一用就回不了 这件事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我又不会乱吹嘘 准备要核战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也不希望会发生这些事情 至于第二件事就是说 英国如果真的增加核弹头数量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引发出一个叫做军备竞赛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也是言之上早 因为那份报告只不过是做一个建议 就是说要将核弹头的上限增加80枚 就不是说马上要投产 当然最终那份报告的证文是怎么写 我们就要等到英国政府公布之后 再去做评论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